雙殺 雙殺 精彩的雙殺手背 让观众席环补连连 宜蘭县内城国中小 在金融杯青少棒赛事中 刚开赛就有好的表现 一发深远的二雷安打 加上队友接续火力 内城国中小带着四分领先 进入最后半局 但前面六局都没有分数开张的 高雄五福国中 最后半局迎来爆发 一口气将比分坠到落后一分 甚至攻占满壘掌握大好局势 不过内城国中小 最后是稳住守备 将最后一个出局数 刺杀在一壘 化险为宜 惊险拿下比赛胜利 宜蘭县内城国中小棒球队 成军至今只有将近六年时间 其中球队有超过一半 都是原住民学生 在这个暑假已经打了四个杯赛 教练李宁除了希望 让球员累积经验 也借由棒球运动 教导做人处事 其实我们对于态度这一块 不管是在场上拼近的态度 或是说你在平常上课的时候 等那个学习的态度 只要你有正确良好的态度 那基本上你做任何事情 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觉得棒球非常的好玩 团队那个精神团结 带给我的学习就是 就是遇到挫折之后要怎么站起来 就遇到挫折就一样 继续努力一直努力 然后把那个砍过去 这样就很有成就感 这场比赛有不少加油团到场助威 校长也清零现场 独立小将们全力以赴 那今年这个赛事 其实我们是以八年级为主力 那八年级他们经过了 七年级的磨练之后 其实今年也是相当的有希望 所以我们是以可能近八强为目标这样 校长强调 球队不仅在球技上有所发挥 学校也相当注重球员课业学习 达成均衡发展 而在这场赛事过后 接下来还要继续争取晋级资格 教练也叮咛球员 不要再犯相同错误 敬请享受比赛提升球技 民事新闻昆迪台中市产本报道